大S和聚俊叶和体现身小S公共的葬礼 没想到却因为一身透视装引发热议 大S将自己包裹得炎炎湿湿 没想到却被眼尖的网友发现 他穿着的裙子是透视装 随后网友开始口诛笔伐 吐槽大S穿搭太离谱 从透视装到乳贴 再到大红美甲和蝴蝶结 很明显是为了博人眼球 还有不少人觉得 大S偷偷生了三胎 目前正在哺乳期 随后网友扒出大S的这件透视装 其实是花汪小飞的信用卡买的 2022年12月 大汪之战正式打响 汪小飞曾晒出大S杀自己信用卡的账单 其中一款金氏长照连衣裙 便是大S现身葬礼穿的这件 不过网友表示 居俊叶的西装明显不合身 不止袖子长了一大截 衣身也十分宽松 至于居俊叶是穿了不合身的旧衣服 对此网友也是恨铁不成钢 质问大S到底涂居俊叶什么 是颜值 名气还是财富 还有网友喊话居俊叶给妻子买点东西吧 其实大S和居俊叶结婚之初 居俊叶从韩国投奔大S 住进了汪小飞为大S买的豪宅内 保姆水电费都是汪小飞交 居俊叶就被冠上了空门的名头 这些年大S嫌少露面 居俊叶的名气也不如从前 想来两人生活拮据 大S只能拿从前的衣服撑牌面 倒也可以理解 不过有一点 网友似乎误会了大S 当天大S将自己包裹的如此严实 似乎并非是为了成为焦点 而是为了遮住白头发 大S在灵堂内待了两个小时后 和居俊叶匆匆离开 却被谈眉拍到白头发十分明显 仔细看大S头顶白发不是一根两根 数量并不少 网友猜测大S之所以披着围巾 就是为了遮白头发 对此 网友表示大S作为昔日的美容大王 对于外形的保养十分苛刻 可如今他白发如此明显 却没有去染头发 很有可能是怀孕或者哺乳期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 大S早在2017年就自爆有白发了 小S则透露过姐妹俩都已经厌倦了染发 觉得伤头皮 或许这一次又是网友多想了 如今再看大S和汪小飞的境地 让人不由感慨误视人非 不管如何 希望两人各自安好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